从他们这个观察这个埃及啊 这第二轮的国会议员的选举 应该说最大的赢家啊 是这个叫I love 为了埃及 我爱埃及或者说啊 领导人呢是一个前军队的一个将军 叫亚扎尔的 这个联盟啊 其实不算是一个正规的一个政党 只不过呢 他们这次选举啊 还真的他的成员呢 占据了大多数的这个议会的席位 海斯勒呢 就专门去采访着这个亚扎尔 完了以后就问他啊 说你觉得你在政见上 跟这个现在的赛西总统呢 有什么差异没有 或者说呢 你比如说 你对他在这个开罗啊 对这个忧心示威的人呢 或者是警察啊 这种暴力行为 你觉得有什么不满没有 这亚扎尔呢就说 他已经执政17个月了 我没看到赛西犯过任何的错误 至于这个海斯勒一直追踪采访的那个南部的那个拜勒耶纳那个行政区啊 那儿呢 现在那个选出来的那个四两个候选人吧 应该说最大的赢家是那个叫马哈马德的那个 哎 留着胡子那个 另外那三个候选人啊 都是只分到了差不多就是每个人就是500票吧 这个海斯勒一得到这个胜选的消息以后啊 迅速又开车跑到了这个马哈马德的那个接待处 路上啊就听到这个路边啊 那房子里边那个埃及女人就用那个 那种的啊 欢呼声音 因为这个他们那个族呢 这个这种女人是完全不能出大门的 只能在家里边欢呼 有点听着有点挺讽刺的哈 嗯 看见这个马哈马德以后啊 海斯勒发现呢 他确实 你想啊 这个一直在那盯着 在那总部盯着那个薯票啊 嗯 确实呢 筋疲力尽的 但是呢 看起来很开心 可是呢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啊 非常的警觉 而且很少说话 嗯 有点像这个海斯勒呀 经常去 以前追踪采访的一个 就是当地有一个木凶会的那个宣传部长 那个人 那个人就说 就是这个伊斯兰主义者啊 特别爱玩的一种套路 哎 这个呢 在这个普通的埃及人里边啊 特别少有的一种特质 就是普通埃及人 你跟他接触啊 特别的开朗 爱交朋友 也是那种特实诚的那样的 但是呢 只要是你接触这种 凡是他 宣扬他自己是伊斯兰主义者的这帮人啊 就是 神秘 哎 完了呢 他做什么啊 都就是搞的那种又神秘 完了以后什么都不跟你说 保密 这个 海斯勒啊 就问这个 候选人啊 就应该说当选了嘛 买还买的 说这个 你既然当选了啊 你会不会为了你们的这个宗教啊 让这个伊斯兰有更多的政治空间 他呀 就回答的啊 躲躲闪闪 就不提 你知道吗 其实这胡子估计留的都是就是为了拿那个水票 说呀 我们现在啊 有新的议题 哎 以前的事 别提了 于是海斯勒那就说 那咱们就说赛西吧 结果呢 这个 你对赛西啊 这这这 这么长时间 你怎么看 他呢 就是等于对这种军政府啊 各种的这种残酷镇压啊 也是一字不说 而且呢 还会夸这个赛西 说赛西是个受人尊敬的人 他这个屋子里啊 这时候也坐着 就是他不上次就坐了一屋子十几个人吗 哎 这个时候呢 也坐着有那么几个留着大胡子的 嗯 应该说岁数不大 嗯 还有几个啊 一看就是那个 匪气的很的那种 大概就是国安局的人 完了呢 那里边就有一个肥肥气气的人 神采啊 特壮硕 头发也没有 光头 就冲着海思了就过来了 哎 咱俩合个照吧 口气是相当的粗鲁 这在埃及来说啊 因为埃及人呢 这个就是那个礼貌 那个对话啊 比如尤其是刚认识你 跟你打招呼啊 什么那客套的话 来回来回 得输好几回 很很费时间 但是人家这一句客套话没有 相当粗 就好像感觉就是我对你这外国人 根本不用客气 我跟你礼貌什么呀 所以啊 让海思勒啊 感觉特别不好 而这个跟他一块进来的那个 马努啊 直接就逃出去了 你知道吗 他可不想被这些什么国安局的这些人啊 给他记录在案 你想他给你合照 他为了什么呀 留资料嘛 对吧 这光头男的啊 就拿手臂就这么哗 就把这个海思勒搂在这个肩上 然后呢 就把自己的手机交给他的旁边的同事啊 帮他照一下像 他这个传过去的时候呢 正好海思勒就看见了 他那手机主面啊 那桌面就是赛西的那张脸 他们这个区呢 就是那个努尔啊 没当选上了 哎呀 那个就是 特别像那种家族输不起的那种历史传统一样啊 反正就是一听到这个选举结果以后 直接就开始开骂 阴谋 都是阴谋 就什么反正都是各种阴谋论就出来了 哎 你们买票 就是这样的啊 但是呢 他光喊 可是呢 他也不跟他的支持者啊 见个面啊 或者是安抚一下人家的这个支持者的情绪啊 没有 就是死活不露面了 海思勒也想啊 没准优素夫啊 也不露面了 可是呢 他呢 就跟马努啊 坚持后来就跑到又回到优素夫的那个接待所 当时他们不是站在那个房顶上吗 结果一说不是吗 就一直等 等优素夫 等到了凌晨两点多 完了呢 他那些好几百个啊 拿棍子拿枪还准备跳舞的那些庆祝的年轻人 依然在这个街上徘徊着不肯离去 大概心情极不好啊 优素夫终于露面了 他是等于从那个委员会那个选举总部啊 走路一个人 孤身一人走回来的 大概这一路啊 也是很难过吧 就是平息一下自己的情绪 他就冲着这帮年轻人啊 就说大家回家吧 最好啊 趁咱们大家现在啊 没弄出啥事来 哎 别让人说咱们犯什么罪了啊 赶紧都回家吧 有一个中年男人啊 一看就是那种已经情绪低落到 底谷的那种啊 满脸的悲伤的走向他 完了以后优素夫冲着他笑了笑 那会还亲亲那个人的那个脸颊 哎呀 真主啊 你这是干嘛呀 回去睡觉吧 明天呢 我们还要展开新的生活呢 如果真主允许的话 真主总会有好事补偿我们的 优素夫啊 大概花了差不多十来分钟吧 就在这几百人里啊 来来回回走啊 下次下次 整个这个过程啊 他表情非常的平静 甚至可以说呢 还很愉快 也没跟任何人啊 说什么其他那些人怎么抱怨啊 或者说你们都是阴谋啊 或者什么呢 他只是向大家 道谢 致意 直到把所有所有人都送走了 这个大街上空屋一人了 才开始走进他这个接待所 完了以后呢 在屋子里边啊 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这时候呢 整个屋子就剩他一个人了 海斯勒呢 和马努就进来了 就看见这个人呢 整个就哗一下子 就卸下来 表情 笑容消失了 眼窝子 也是陷下去了 一看啊 哀伤得不得了 海斯勒俩人啊 就坐得一般 也没敢多说话 好半天好半天 海斯勒才打破了沉默 下次 下次运气肯定会好的 没有下次 你们不打算再选了 都选了 对我来说 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 优素夫呀 说他以后啊 会把他的心思 都放在种田上 或者放在他们的社区建设上 海斯勒问他 你对这种这个选举结果啊 你怎么看 他觉得呀 现在这个选举 已经完全跟这个你的政策 或你提供的建议 或者你提供的这种爱啊 毫无关系了 他说如果说 以这种为基础的话 我肯定当选 但是啊 真的争不过人家那个家族 那个阿布凯尔家族 财力太富有了 三个人正聊着呢 进来一个小少年 哎呦 满脸都是累 优素夫赶紧起身 正好呢 他要回他的自己的那个屋子里去啊 顺道呢 也去安慰了 安慰这个小少年 海斯勒还以为是优素夫的孩子呢 就问他 你孩子啊 不是 这也是我第一 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个小孩 优素夫脸上啊 还是带着他那个 政治人物的微笑 但是海斯勒觉得 他以后再也不会这么笑了 整个秋天啊 这个 他的那个阿拉伯语的那个老师啊 李法阿特 一直啊 都在那抱怨 就是脚上那个疼啊 难受啊 什么的 于是呢 这海斯勒两口子啊 还专门给他介绍了一个 他们区的那个 一个医生 因为他们区 毕竟算是这个高档区嘛 呃 医生的水平应该更好一些 把这个 还这个 呃 电话给了那个老师 而且说呢 你要想去看啊 我们陪你去 但是呢 这老师啊 没接受 后来这不是海斯勒 他们就一直在追踪采访 这个 呃 叫什么这个第二轮选举嘛 所以都往外跑啊 根本没时间上这个语言课了 不过呢 海斯勒呢 会时不时的啊 跟他通个电话什么的 等这个国会大选结束以后啊 这个海斯勒呢 又给他打电话 哎 结果啊 一提到他的这个脚啊 哎呦 能感觉出来 他已经沮丧的 快要哭出来了 这海斯勒就发愁就是 这海斯勒就发愁就是纳闷啊 就这么一个小皮肤上的一个那个 就这种小伤口 怎么就这么折磨人呢 海斯勒呀 还只是以为啊 这个可能是这个 是不是打电话这天晚上心情不好啊 怎么那么的沮丧 那么的那种低落呢 因为啊 他也知道啊 就是这一年啊 尤其后来这个到秋天啊 在埃及啊 没一件好事 所有人呢 都觉得忧心忡忡的 另外呢 你看那个十月底的时候啊 那个有一个伊斯兰国的一个什么附属组织 就在一架这个 从这个西南半岛起飞的那个美捷航空公司 那班机上装了炸药 两百多人就丧生了 海斯勒反正认识的所有的受过教育的埃及人 都对埃及的形势非常的不乐观 到了2016年的1月啊 这个海斯勒全家呢 就决定了最后一次去这个上埃及那边旅行一趟 呃 就是一路开一路开 一直开到这个 哎 就这这这些古籍那边去 当时啊 政府啊 有了一个新要求了 凡是你往这个亚斯文以南 所有的自驾游 你都必须接受警方的护送 呃 表面上看呢 是因为呢 这个呃 防止这个恐怖主义啊 呃 另外也有一面呢 那肯定就是监督你嘛 反正他们到那旅游啊 这一路每天早上就是有一个警卫车 呃 护卫的警察车跟着他 呃 就是这个遗址 就是这个遗址 这个遗址啊 呃 是这个古埃及啊 发掘出来的大概一个最大的为完成的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方间碑 这碑呀 大概是18世纪的时候 呃 那个在位的那个最长的那个女法老 他呃 叫什么哈特谢苏特吧 还有什么来的 哎 反正你就记着女法老呃 在位时间最长的 他呢 委托这个凿这个方间碑的 哎 可想而知 那个时候啊 这个 那个朝代是非常富有的 可能是因为啊 这个这个方间碑啊 凿着凿着发现 呦 你看见没有 这大裂纹 不行了 这用不了 只能被迫放弃了 所以呢 就是至今等于还留在这个采石场上 呃 按照这个高度啊 如果真要立起来的话 那肯定比那个伦敦塔要高多了 海斯勒呢 就等于是被这个前后啊 两个这个警察的车 护送着 哎 三辆车 一个车队光了光了光了就往前走 前面那个警车呢 就是尾灯都坏了啊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刹车呀 就就就就就是那种状态 海斯勒就夹在旁边 完另外后边呢 就是一特破的一个老雪佛兰车 哎 但是是一种那种就是皮卡式的那种压后 全都是全副武装 带着步枪的 一般呢就是压送压送压送啊 一直哎 压送到就比如说他们等于呃 过了雅斯文了 不归他这个领域管了 咱就回去了 海斯勒其实觉得啊 这个多此一举 因为埃及啊 你发生的所有的恐怖活动 全在西南半岛那边 你像这个上埃及这边啊 从没发生过任何的恐怖行为 这警察也走了 他们开着这周两边啊 啥也没有 就是沙漠 这边的沙漠啊 就已经比那个爱白多斯那边的沙漠 那沙啊更多 而且呢就是更平坦 哎 小山包包都没有 经常啊 海斯勒就能看见呦 那边有一个明晃晃的蓝色的小水塘啊 当时还想呦 这是不是那个纳塞尔人的建的那个水库啊 很快他发现不是 海湿蜃楼 而且这海湿蜃楼啊 真的绝了 就是能一路跟着他 就这一开好久好久啊 那海湿蜃楼都在那存在着呢 海斯勒这辈子啊 都没见过这么棒 这么逼真的海湿蜃楼 就你能完全看着啊 那水面上有岩石 有流水 有什么的啊 就好像你前边 你旁边就是一个湖 而且这湖里边还有一个岛 好不容易啊 他们开到了这个 这个地方 阿不心奔 阿不心被一致 整个这个旅游圣地啊 就他们一家子 一个人没有 这个神庙啊 是这个拉美西斯大帝 哎 建的 嗯 等于是直接在这个岩壁上 凿出四个国王 就是历代的法老啊 一个坐像 以前啊 这个雕像是在这个尼罗河畔的 后来呢 不是纳塞尔那时候 弄了那个雅斯文大水坝吗 结果呢 这一蓝水坝呢 这个遗址就得淹了 就就有点像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三峡大坝的时候上要淹一大片了 所以后来啊 到了六十年代又花了大价钱 等于埃及啊 召集了全世界的考古专家呀 文物保存的专家呀 因为他要这个工程师 反而浩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工程队 把这个神庙成功的给移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稍微往高处移了移 等他们回到这个开罗啊 海斯勒就马上给他的这个语言老师打电话 一直打不通 发短信也不回 后来呢 几天以后呢 他就尝试着啊 给这个老师呢 就发了个邮件 说你看我一直打电话 手机老关机 你还好啊 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是不是好点了 我希望你现在已经康复了啊 如果呢 你能排上课 给我排上课呢 我特别想排啊 下星期二 上午我们俩上课 你看对你方便了 我们俩现在这课程好像落得太严重了 我呢 电话号码也没变 你要是有空呢 回个电话给我 还没回信 这就有点太不正常了 于是海斯勒呀 就给他的弟弟 他弟弟等于跟他合着一块嘛 办的这个语言学校 弟弟电话是接了 但是呢 这个 只说了两句 就是一般都说你好你好 这弟弟就半天说不出话 完了就跟他说了一句 李阿范去世了 两口子赶紧开车就奔着学校去 这弟弟啊 看起来特别的糟糕 瘦了好多好多 也特别憔悴 还没开口呢 就开始哭 大概是几个月前吧 他自己的太太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突然的就跟他呀 离婚 反正就离他走了 而且呢 他自己啊 腰间盘拖出啊 就必须得趴床上 好几个星期起来 完了呢 他自己的那个家呀 图便宜嘛 完了那时候又号召啊 就等于搬到了开罗郊区 等于那个时候 就是穆巴拉克 见了好多在沙漠里边 那种那种城市嘛 他搬那儿去了 所以每次啊 他开车要来开罗啊 对他来说太痛苦了 所以好好长时间啊 他后来呢 就干脆就住在学校 反正啊 这个这个埃及 这多灾多难的这一年里啊 几乎也没什么学生 到他们这来上课 那好多外国人也都走了啊 他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的哥哥能够去世的 因为一直看病啊 所有的这个开罗的医生 诊断全都是互相矛盾的 完了呢 他的哥哥其实啊 还特地跑到伦敦去过一次 去看那个外国医生 而那个外国医生呢 只是觉得 你不过是个皮肤问题 于是直接把他转整给了 皮肤科的医生 说到这个外国的这个医疗啊 我最近看了很多的这个 外国的这个人的回忆录 还有医生的回忆录啊 他的这个医疗系统啊 其实我觉得啊 反正从我个人的这个 就诊的经验来看啊 不咋地 真的不咋地 真耽误事 而且他的医生啊 他因为他先从社区医院的医生 让你看起 完了呢 这个社区医院的里边的诊所之小啊 设备也没啥 你要是有什么事啊 顶多就是听诊器 或者他拿眼睛看看 大概估一个 你是个什么 完了就直接给你开药 完了呢 我去过他们的这个叫什么 后来我觉得吃了几天 不管用嘛 还在发烧 完了我就又去了 当地的最大的医院 哇 那个我告诉你嘛 就是 就是就是护士态度好 这剩下的真的 他那个 我真的说啊 咱们的医生 真的牛逼 那经验 你想一天看一二百个人 真的 没法比 所以啊 他的那个工作程序啊 而且他还有很多医生什么 他不是这儿的 一个医院里边啊 常住的这个医生 比如说你的医生 你要预约的 约约约 完了以后 他约一个 比如说 他今天在哪城市呢 或者说呢 比如说 他不在这城市 他给你再找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 可能就给你约一个 尤其上那种动手术的啊 那外科医生 他不是说老在这医院里的 完了以后呢 他等于租一个 比如今天我用你这诊所 你就再给这个诊所付800或者500挂号费 出诊费 或者药费什么的啊 就是照个CT也是 你要是进医保了 咱就更不得了了 那贵的这个要死 所以有时候啊 好多的那个华人呢 或者就是稍微有一点经济 基础的啊 就干脆说 我不走医保了 因为走医保啊 填十几张表 我掏现金吧 哎 掏现金 比如说你照ECT 可能 掏现金100 150 但是呢 你要是走医保 哎 有时候是1000 他根据不同的保险公司啊 有的居然能6000 这就是看你这家医院 跟这个保险公司 你们之间谈判 他是通过这个 来跟人家那个付款的 所以你投的哪个保险公司 也有关系 完了好多啊 就有的药啊 比如像癌症的啊 有的药 有的保险公司就能包 有的保险公司就包不了 哎呀 就是 这就看你的这个单位 你就职的单位 你买的这个保险 你是在哪个保险公司 哇 有空可以讲讲啊 确实值得这个 好多有人说 就为什么 好多华人在外边 确实又有绿卡 也移民 真看病时候往回跑 真的是这样 嗯 又废话了啊 接着说 就说这个 后来呢 这个不是到伦敦去看吗 结果呢 他到皮肤科了以后呢 这医生啊 还是就给他了一个 什么一个药膏 说的这个去擦就行了 还是觉得他是皮肤毛病 没笑 当时啊这个弟弟啊 因为自己卧床嘛 那个腰间满肚肚子起不来 所以呢 他就没法去看看他哥哥怎么样 结果呢 结果呢 他就只好啊 他就只好啊请了他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医生朋友去帮他呢看一看他哥哥怎么样 结果这个俄罗斯的医生啊一去啊吓了一大跳 本来就已经很瘦的这个哥哥啊已经是体重下降的啊 就是吓人了 而且能感觉出来啊他呼吸急促 汗流浃背了 而且他就是汗流不止 结果这个哥哥说啊 就是因为那块也热嘛 就是老得去洗澡 结果这医生就说啊 你这么就来回洗澡啊 反而造成你的温度变化啊 让你这个本身就很虚弱的身体啊 更吃不消了 结果这医生就说啊 你得赶紧去医院 但是呢他哥哥就拒绝不去 说我觉得我已经开始好起来了 好转了 有有有有有好转的那个迹象 等到他这个弟弟啊 带着他的另外一个 就是他们家族的一个兄弟啊 一块去他的公寓看他的时候 这老师这个哥哥已经快没法呼吸了 动不了了 但是呢还是不肯去急诊室 他老担心什么呀 一去了肯定就是把他的脚直接就给截肢了 他想啊 哎呦我扛吧扛吧啊 就过去了 结果这个兄弟俩就急了 就把他愣给送到附近的一个医院 到了医院直接就进了家户那个病房里面去 第二天一大早他哥哥就去世了 死因上写的什么呢 肺结核 但是呢这个弟弟啊 怀疑他这个诊断的这个正确性 因为他的哥哥呀 以前照过这个S光片 片子上啊 啥问题都没看出来 他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医生了 因为说的全都不一样 他甚至啊 还动用过自己的这个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啊 关系网 找了一个这个开罗大学的一个名医 看过他的哥哥 他的这个去过啊 也没说过他肺有过任何问题 反正呢就这么着就不了了之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就去世了 而且呢就葬礼都办过 海斯勒听完了以后啊 遗憾的不得了 完了弟弟还跟他说呢 哎呦我哥一直说 哎呀给你们安排了课程了 准备了一大堆那个新的那个课本 嗯想着你们甭管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上课啊 他早就准备好了 应该说这个哥哥是在这个埃及阿拉伯之村 满五周年的前四天去世的 但是现在啊 你在埃及 你只要谈这个埃及局势啊 没有一个人愿意再提起那个阿拉伯之村 嗯加上啊这时候政府呢 对异见人士呢也开始镇压的 比以往更甚了 海斯勒呀这一年啊 已经没有再去采访 那个就是还有那么点零星的啊 小特小的那种示威活动 他也不再去采访了 因为已经变得太危险了 哦这么快半个小时了 好下期接着讲下期见